开局给夜夜内大了一拳 被发配乡下后洗当爹 男主半田 你想的没错 就是半田君的那个半田 半田君传说 讲的是他学生时代的故事 还记得钱赚的詹姆斯 给半田算过 他未来未婚 却被孩子环绕吗 没错 讲的就是这个范 话说那半田是一代书法大家的儿子 他的书法一直都很出众 本人也对书法很有自信 结果在一次书法大赛上 明明获得了冠军 却被书法界的老管批评 说他的自态不降气 一板一眼 还有穿腾甚至来不及阻止 就看着馆长被半田一拳打飞 谁能想到 高中时期的自闭少年 成年后竟是如此如牙随鹤 然后他就被流放到了小岛上 这岛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如果不是凑巧有个三轮车经过 半轮走到目的地 至少得要半田 路过大海的时候 老人还专门让他看看大海 半田说 大海看起来并不美 很普通 难道是因为他的心情很差吗 老人哈哈一笑 不美因为今天是阴天 心情不好的时候来看海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看可以 但别跳 不然海底捞费用可不低 半田好不容易到赞助地 却发现行李比他先来 而且还没有帮忙搬入房间的服务 当地村长闪现过来 给了半田钥匙 并告诉他 这里一天只有一班公交车 出租车倒是可以打 就是比较困难 有事可以找他借小货车 从射孔 变成暴躁青年的半田 差点把门砸了 金门一看 发现这宅子 还有别人居住的痕迹 并没有发现门外 跑走两个女孩 屋内老是浴室 和老师出房 看得他两眼发晕 不但如此 还有小老鼠 打开下方的橱柜 突然发现 里面钻出个小孩 吓得半田一哆嗦 村长告诉他 这孩子的奈刘 之前一直想让人家出去 不过奈刘一直不同意 奈刘还说 半田是时尚杂志男孩 村长摇头 这么大个年龄了 怎么还能叫男孩呢 娱乐圈那都是虚报年龄的 半田气得把两人全部赶出去了 绝对不是被抽到痛处 他决定坐下洗毛鼻子 万万没想到 被赶出去的奈刘又冲了回来 于是半田没开二度 再次把人赶出去 可是他根本静不下心来写字 自从上次对馆长重拳出击后 书法界上下的人都开始排挤他 半田难受的不行 转身冲到门外找吃的 结果又看见村长奈刘在吃零食 所谓帽子洗法 就是反复被赶出家门 然而奈刘 总有他独特的专门技巧 半田回头就发现 自己的纸和毛笔被霍霍了 奈刘没能记住他的名字 半田发现 自己赶不走奈刘 干脆也摆烂 任由他为所欲为 奈刘看着他写的字 发很好看 有点像学校老师给他看的字 半田一下就想起馆长 说他的姿态似板规范了 于是半田直接破防 流烂了纸冲出家门 然后觉得自己太幼稚了 竟然和小孩子发脾气 他是被老爹刘放到小岛来的 因为他爹 说他在学会写字之前 要先学会做人 这话差点把既有川藤都笑 川藤说 他这么自闭写字真的高兴吗 但半田觉得照着范本写的字 最好看 他没有错 就在他一边哼歌 一边舒缓心情的时候 被赶来的奈刘发现 半田说自己绝对不会道歉 和奈刘却说 他又没做错什么 并拿出了自己模仿半田写的字 只是无法做到一模一样 还问半田能不能原谅他 半田也知道 奈刘压根没做错什么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原谅奈刘的资格 微笑的奈刘却松了一口气 半田拉着他准备回去 半路 奈刘又说他的字像范本一样 结果半田 直接把他推进水里 然而奈刘也不是吃醋的 抓住绳子和半田同声顾死 没想到 半田差点真的淹死自己 他只好先教半田 如何在海里求生 随后两人爬上岸 奈刘说 要带他去海地 据说爬上去的风景特别好看 可半田看着天气阴沉沉 觉得不会有好风景 奈刘却说 万事都要先尝试才知道 看到他差点摔下去 半田有些担心 当奈刘爬上去 对他伸手的瞬间 半田就想起了馆长说的那句话 他下意识地跟着爬了上去 果然看见漂亮的夕阳 不知为何 他的心情好了许多 带着奈刘回到宅子 就在那里遇到了开车 送自己的老人 老头子原来就是奈刘的爷爷 并且主动和他打招呼 说到今天第一次来小岛 村里的男女老少 见到搬家都过来帮忙了 其中还有一个社恐小女孩杨菜 和他搭话他会紧张 我和他说话 又会直接难过地娃娃大哭 感动的时候也会哭出来 甚至还有小孩对半田暴局 半田差点被重创 但小岛上的人都很热心 帮他打扫了卫生 又把行李办了进去 半田看着他们收拾好后离开 立刻冲回房间 听信毛笔写了一副大字 等到川腾的电话打过来 半田说自己终于明白父亲 为什么要他来小岛了 并拜托川腾 代替自己向馆长道歉 让他说还开不了口 就在半田发点写字的时候 村长端着面过来了 感觉自己好像看见了什么变态 阿浩是岛上年轻的后生 他也是村长的儿子 可是成绩一直都只有三 就在他自闭的时候 母亲却端着做好的面 让他去送给半田 阿浩却不理解 母亲为什么要帮外来人做饭 母亲说 他们父子连句好吃都不会说 帮助外来帅哥 让他有一种母性觉醒的感觉 而此时 半田已经来消到一周了 他仍然没有写出自己想要的字 上次那份大字 只是随心而为 他必须要写出让馆长佩服的字体 就在他精神紧绷的时候 奈流找上了门 还带着之前 把这里当做秘密基地的两个妹子 妹子上来就问他 之前贴在这里的海报呢 半田想提醒他们 这里已经不是秘密基地 不过海报他确实没有丢 都被摘下来好好保存了 没想到 两个妹子立刻准备贴在墙上 完全没有给半田反抗的机会 然而半田意识到 奈流动不动说出一些奇葩词汇 那都是这两个妹子交出来的呀 半田看得血液飙升 这个时候 两个妹子也用他的毛笔写字 并表示 自己的字体很好看 半田气得 立刻给他展示了自己的书法 结果两妹子把他一顿夸 还说以后 让半田指导他们写字 半田一个成年男性 差点被忽悠瘸 竟然真的答应了下来 另一边 阿浩也被母亲赶去送饭 半田这边刚集中精神 奈流又带着好友杨菜找上门 他本来想让杨菜他们出去玩 结果杨菜健壮 哇就哭了出来 无奈 半田只好让出毛笔 让杨菜画画 本想着他们自己玩一会就会离开 结果奈流为了打蚊子 把墨水产饭 对着半田就是一巴掌 半田气得 想把奈流打包捆起来 这一幕 正好被赶来的妹子发现 半田白口磨变 只好把三人赶走 这个时候 阿浩带着面条走了过来 半条被精神压力折磨得快吐了 一开门 就栽倒在阿浩的肩膀上 然后哀的一声吐了出来 阿浩震惊 随后奈流也冲了过来 面条差点打翻 幸亏上面有一层保鲜膜 阿浩发现 半田熬得有点厉害 说他是有天赋的人 熬夜努力就能看到成果 不像他 就算熬夜 也只能拿到三的平分 乃流说自己也要努力 起身想去半田房间里 找自己的东西 阿浩本来想阻拦他 不可以在别人房间里乱跑 然而身后的小房间内 竟然挂满了无数字迹 摆在正中央的是一副大字 看得出来 半田经历过多少次练习 这一下就让阿浩想到了自己 他每次努力到一半 都觉得太累 总是三分钟热度 也难怪只有三分 而那副大字 让阿浩意识到半田真的很有天赋 其实天赋 未必只有天才才有 朝着自己喜欢的事物努力 也是一种天赋 半田醒来后一边吃面 一边感谢阿浩的母亲 阿浩却说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送餐 因为一直做饭 对母亲来说很累 再加上他也马上要备考了 阿浩想要向努力的半田学习 半田欲哭无泪 因为他得自己做饭了 他决定当天晚上就做咖喱 结果等到第二天奈流赶来的时候 半田已经奄奄一息 救护车赶紧拉到医院 被告知中暑 加上睡眠不足 需要住院一天 村长夫妻回村子 帮他拿东西 半田觉得自己的精神绷得太紧了 没想到奈流竟然没走 就在他准备和奈流谈谈的时候 两个妹子也来医院探望他了 这个时候 他们发现半田的点滴快打完了 这里可没有高科技提醒医生 两妹子担心空气打进手里和出事 赶紧去找医生帮忙换药 护士小姐姐过来发现半田还在发烧 准备给他菊花塞药退烧 半田立刻拒绝 这种羞耻事情不要啊 原来他小学的时候就惨遭暴剧 当时觉得过度羞耻吐了 无奈护士小姐姐只能让他观察 并让其他几个学生不要打扰半田休息 此时奈流躲在床底说要保护半田 并说这个医院曾经闹过鬼 奈流十分害怕 但是他也想见见鬼魂 两个女孩觉得这一定是爷爷边的 一抬头就发现半田捂着耳朵 一脸紧张 两妹子都不知道怎么吐槽才好 这个时候阿浩提着东西过来了 然后打开一看 竟然没有练习书法的工具 他可以一直在等书法工具呢 阿浩说不行 他就是因为太过疲劳才住院 这个时候 心情表情突然扭曲 吓得旁边的小美心里咯噔一下 半田送走几人 回病房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 老人告诉他 大家都很关心半田啊 不然怎么会在看到半田生病后 第一时间赶来 半田一愣立刻回到病床 在床上幻想写字的过程 然后被护士小姐姐制裁了 他因为兴奋过得昏迷 护士小姐姐打电话给村长 说自己会帮忙塞药 明天应该就能康复出院了 第二天半田休息好了 村长他们来接他出院 半田说 多亏昨天隔壁病房的老人 点醒了他 结果在路过隔壁病房的时候 空无一人 故事说 昨天住院的只有半田一个人 其他病人都在新的医疗大楼呢 半田吓得炸毛 当场昏迷 至于半田的伙食问题 当阿浩看到半田 切得满手时伤后 顿时明白了母亲的感受 告诉他 明天会继续送饭 奈刘今天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觉得自己学会看字了 小美鼓励地送上了一瓶牛奶 奈刘立刻带着牛奶 去找半田显摆 然后在半田的提醒下 发现自己念错字 他的自信当传就崩盘了 半田把自己写好的字寄给川藤 让他拿去参展 不能说有完全的自信 但这就是他当下写的最满意的字 打完电话后 半田发现没墨水了 他问了一下村长 然后直奔村里的小商店 墨水没找着 先看到了一大堆零食 他小时候家里管得严格 没怎么吃过 最近奈刘总是带着朋友过来 他觉得自己可以买一点囤着 甚至好奇想买死全部 结果老奶的提醒他 村里还有别的孩子要买呢 半田便好奇的 开始在商店内转来转去 甚至不小心打开了一包针 好在老奶奶也有磁铁 半田重新把针捡了起来 他表示道歉 准备买下针 没想到老奶奶却白手说不用 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位老人 老人一直说的是岛上的方言 但是老奶奶没听清楚 老人表示他想买针 老奶奶却听成 老人问他腰疼不疼 于是两人开始牛头不对麻嘴 幸亏半田脑袋转得够快 老奶奶发现自己的毒心术被破开 突然暴走 吓得半田赶紧去拿墨水准备跑路 没想到 谁在半路遇上了新井 他也是过来买墨水的 但商店内只有最后一瓶了 半田干脆把墨水让给了他 毕竟他自己可以磨艳台 两人一起离开 半田好奇新井的漫画 因为之前小美说过他在画漫画 毕竟两人都是靠墨水混生活的 希望以后也能够好好相处 新井非常感动 然后拜托半田 帮他看看自己的漫画 半田打开一看 上来就是一个开膛坡度 他立刻问新井 是不是给恐怖漫画投稿 没想到对方却表示是少年漫 并声称 这一年头邪道 才是真正的热血 确实 挥洒着主角热乎的血液 你晓得该不会是藤本数分数吧 而新井一旦聊到自己的兴趣爱好 就直接暴走 半田根本没有拒绝的机会 被映塞了一首邪道漫画 回到家冷静下来的新井也很崩溃 他想做漫画家这件事 没有告诉其他人 现在却告诉了半田 他害怕半田会告诉村子里的别人 万一自己被当做宅女 或者更过分 被当成妇女 毕竟他的漫画女主第一集就消失了 他决定去找半田解除这个误会 而此时 半田精神萎靡地接过阿浩送的饭 并表示 接下来他要开始磨磨 万万没想到 阿浩竟然给他带来了墨水 与此同时 新井正在朝这边狂奔 想当初 他收到亲戚送来的一箱子漫画 打开一看 竟然全是男童 当时新井感觉自己眼睛长真眼了 弱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当他把书丢出去半田后 又默默地走过去捡了起来 之后 就将漫画悄悄封存了起来 没错 他还是一个文学少女 抱着这样的想法 他冲到了半田家 却发现半田 正紧紧地抱着阿浩 而阿浩竟然也接住了半田 粉红色的光波 把新井冲得灰飞烟灭 但其实 半田只是因为感动 阿浩送来的墨水 结果太激动 脚下一划差点摔死 阿浩接了他一把 脸睛里已经冲刺 离开这个悲伤的世界 而半田也接到了穿透的电话 他引以为傲地 自己竟然只被评为第二名 等到奈刘带着两妹子 找上门的时候 就发现半田 蹲在角落长蘑菇 奈刘错过去 问他怎么了 半田说 自己只得了第二名 而第一 竟然是一位18岁的少年 他费尽心血写的字 竟然输给了一个少年 他觉得自己果然太松懈了 不应该来这个岛上 小美本来准备反托 新井却阻止了 他觉得半田的状态不行 要是下次再来找他 小美觉得半田那话 好像在说他们害了他一样 心紧摇头 半田只是被打击到了 他们暂时不用管 剩下的交给奈刘就可以了 而半田确实也意识到 自己是在拨及他人 只是对他来说 书法就是一切 没有书法他什么都不是 所以他必须要当第一才行 奈刘突然问半田现在开心吗 说半田不开心 就跟他一起去玩 于是半田被塞了一个塑料袋 带出了门 在其他地方都是新房子 建好的时候朝上面丢马属 在小岛就是往新船上丢马属 这艘船是岛上的小光头家的 半田发现了两个妹子也惯了 他本来想对两人道歉 小美却让他缓解心情后再说 并小心提醒半田 丢马属活动中 有两个boss需要注意 一个是康婆婆每次都能丢最多 另一个是爆炸头 她会抢别人的马属来丢 随后战局开始 半田发现自己根本挤不进人群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飞出来的马属 他刚要跳起来接住 却被后仰的阿号砸中 一旁的心井面容扭曲 这是BL神对他的考验吗 而半田一直盯着上空的马属 总是觉得自己抢不到 永远得不到 就在他琢磨着要放弃书法的时候 一旁的康婆婆突然和他搭话 并告诉他不要抬头去看 偶尔注意看看下方 半田一看主人脚下都是马属 康婆婆说 能抓住机会才是成功 半田突然好奇地问他 如果不论如何都拿不到怎么办 婆婆沉默了一会儿告诉他 那个时候就让别人闲请吧 自己再去锁定下一个更大的马属 鸡炒成多就有个活得更多 半田似乎想通了 在耐流的呼唤下加入战局 虽然最后一个都没拿到 但当他回到家中 就发现屋内多了一盘红豆马属汤 阿浩告诉他 这是爆炸头送来的 那家伙每次抢的都很凶 被抢完后都会给大家送小吃 据说他就是为了送 无法参加比赛的人 才会拼命去找马属 半田的心情一下就好了 把眼睛往身边看看 总会有好事发生 只是没有以前注意罢了 想起康婆婆说的话 不要光仰头往上看 要等他耐心地掉在地上 这句话在半田听来 就是让他脚踏实地 半田帮人写完电影标题 对这个电影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结果他开电脑 发现电脑当机 准备打电话联系传腾 帮他找维系师傅 谁知道 上次掉进海里的时候 手机也进水了 没有任何联络方式 半田崩溃 他来这里已经一个月了 每天都很忙碌 但是这个小岛 可以治愈他的心灵 没错 岛上有很多的猫咪 但是这些猫咪 都聚集在一个房子外 这是别人的家 半田不好靠近 没想到 这个屋子的主人冲出来赶猫 原来这些猫咪都是野猫 虽然是野猫 但是老两口一直在投喂 所以猫咪也算是住在这里了 半田看着老人抱着猫咪 顿时露出羡慕的眼神 没想到 老人竟然抓了一只猫 让他抱着试试 半田立刻接了过来 结果被猫猫抓了一爪子 然后老两口就发现 半田似乎对猫过敏 浑身上下都起了疹子 半田这才知道 小时候家长不让他摸猫是为啥了 他一边捂着脖子 一边去找商店接电话 没想到 奈刘和杨菜正在这里玩 和他们一起玩的男孩叫小明 小明是新井的弟弟 听说半田要打电话 便拿出了店里的老师坐机 半田都看呆了 他只好告诉奈刘和杨菜 自己要打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希望两人能安静 结果两个孩子虽然安静了 半田却不会用这个坐机电话 小明提醒他 他还嘴硬 奈刘和杨菜都被抖得哈哈大笑 最后还是小明接过电话号码 帮他拨得好 半田打电话给川藤 让他帮自己重新准备一套电脑 没想到川藤却希望半田 先休息一段时间 虽然他不一定能拿到冠军 但他一定会找到光明 电话打完后 小明满脸通虎 一旁的奈刘和杨菜乐得要死 复读他那句 一定会找到光明 这么大个人 竟然是中二病 半田后知后觉的开始羞耻 打电话 其实店长不收钱 但是大家都会放十日元 剩下的小千千 被半田拿去买了泡泡糖 送给几个孩子 小明本以为半田是老胡伴 没想到和传门一样 竟然是个怪人 并表示下次也会去半田家玩 过了几天 半田始终写不出字 他决定出去散散心 结果不小心绊倒了海带箱子 然后就被摘海带的大叔给赖上了 大叔得知半田就是那个书法家后 立刻把半田抓到了自家船面前 原来这大叔竟然是小美的父亲 小美父亲早就想让半田 帮他的船写传名了 半田一看他那气势 就觉得大事不妙 小美赶紧递上船的名字 唯我独尊船 小美羞耻地捂住眼镜 半田看了一眼船 他还从来没在纸张以外的载体上写字 但是大叔却不同意 他觉得这就和店里没什么区别了 他想一个只属于自己船的字 可半田从来没用过这种工具写字 万一失误了可就不好了 没想到大叔却反问半田 你会觉得自己失误吗 半田根本扛不住挑衅 大叔觉得如果一板一眼的写 还不如随便写呢 于是小美赶紧把父亲推走 让半田和往常一样随便写写 半田落在原地 但他绝不忍受 什么叫随便写写都可以 他一定要让大叔感到惊艳 于是立刻找到油漆 又问孩子们有没有试写的板子 破的板子成漆 半田写了几个感觉很满意 他正准备拿油漆对船下手 临到头却突然紧张起来 觉得自己还没有确认船只的弧度 一想到无法更改 下手就犹豫起来 总是担心自己会失败 然后一半的水平都发挥不出来 他很纠结地说自己不想写 没想到这个时候奈流听见了 立刻拿着沾油漆的手 在船上拍了个手印 其他的孩子健壮 也纷纷凑过去落下手印 半田大惊失色 这可怎么办 他赶紧把洋菜叫到一边 让那流重新拿油漆过来 他必须要把这些手印遮掩过去 免得大叔等会儿 把这群孩子揍一顿 大概是为了遮住手印 半田再写起来竟然都不紧张了 甚至是一边写一边笑 躲在旁边的大叔和小美都看在眼里 大叔说村长之前吐槽 半田笑的诡异 本来看半田愁眉苦脸 觉得是谎话 现在看看好像是真的 而半田也难得有这么一次写字的经验 让他知道一气呵成 也不需要紧张的事情 他还挺感谢大叔的 大叔本来想说没事 却看到地上半田 在船板上写他的坏话 半田吓得赶紧跑路 连大叔送的海带都落了一地 几个孩子们立刻捡起海带去追他 自从上次在船上写过字后 半田落笔就轻松了许多 他准备罩着这个势头 写参加比赛的字 没想到这个时候 那流爷爷竟然送来一大袋腌萝卜 并表示之后还会再送 半田本想说自己吃不完 结果尝了一口惊为天人 哪还有心思写字 满脑子都是嘎嘣催的腌萝卜 最后 竟然真的在纸上写下了腌萝卜 并且还吃上了饮 等着那流爷爷送来 没想到看门一看 竟然是那流和两个妹子 找人教写字 半田失魂落魄 没想到那流递来了一袋腌萝卜 半田顿时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然后他教三人写字 字体却非常的板正 毕竟对于新手来说需要打基础 小美倒是想学半田写的大字 不过半田说他现在还在揣谋中 要得到认可后才能教他们 小美都觉得参加比赛得到认可没必要 能够写出那么好的字 他就会感觉到高兴 于是半田决定教几人写字 回头让他们体验一下拿奖的感觉 觉得他们这样就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要拿奖 三人哪里经得起这种折磨 只想问半田有没有小捷径 半田却告诉他们不可能 每一个书法家都是一步一步打基础 他们倾注了所有的热情 在沙漠中寸步难行 只为了更加靠近终点 小美觉得这人太夸张了 并告诉他 初中生不需要这么困难的字体 然后打发半田去给他们买饮料 他们自己留下来慢慢写 半田说自己去去就回 小美吐槽他这样一定没有女朋友 然后决定翻翻半田的柜子 看看他是否有异地点女佣 看到穿藤记来的信 他觉得有猫腻 打开一看发现是男的 并不感兴趣 但是心情突然来了兴趣 他们看了一眼那个照片上的人 觉得都不太合适 耐流备受打击 半田竟然已经是人妻了 两妹子说他用错了词 这个时候他找了一张合拢的照片 两个妹子对视野决定打开看看 没想到里面竟然装了一个苏式的截图 什么 截的竟然不是王羲之 好吧 韩石铁也很牛王 半田一看他们翻自己偶像的照片 还来不及生气 两个妹子先对他发怒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能不能看点出了书法之外的事情啊 你该不会 真的想玩养成play吧 搞得半田一头雾水 几天后 村长找到正在除地的半田 说孩子们准备去海边玩 让半田帮忙看守一下 不知道 看着眼前的五个孩子 半田有没有想起当年占卜士说过的 未婚育武牌的事情 孩子们都会游泳 看守应该没问题 问题就在于小美和新井也要去 村长担心 这两人带着孩子们冒险 所以决定 也把阿浩派过去帮忙 于是半田就被孩子们连拖带拽拉走 两妹子和阿浩也冲了过来 阿浩虽说是过来帮忙的 但他看起来性质最大 一行人跑到了海郊附近 半田觉得这里太危险 不适合孩子 但这群孩子就是在海边长大的 只有半田摔了个满头包 最后孩子们玩疯了 半田被插了个遮阳伞 还在海态上晕着 奶流和杨菜在海里打打唠闹 阿浩冷笑一声 女孩子就是不懂海边的美好 然后抄起棒子抓了一只章 可随后章鱼就掉进了海水里 杨菜也嘲笑 男生根本就不懂海的美好 这个时候 眼睛里突然说不舒服了 他爬上遮阳伞 瘫倒在地 吓得半田赶紧问他有没有事 心情说自己只是有点重数 然后他就紧紧盯着半田 问他如何看待阿浩 半田傻眼 为什么要突然问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 阿浩只是帮忙送一日三餐 是个老好人罢了 随后半田便以为心情 应该是喜欢阿浩 想和自己做恋爱咨询 于是他决定帮助心情 开始逮着阿浩的优点夸赞 说他细心又会做菜 是难得一见的好青年 如果要找对象 就找他那样的 心情可听不尽这话 他要客风了 但是他绝不承认自己是妇女 半田也没听懂 刚要追过去 脚下一滑又甩晕了过去 等他好不容易醒来 发现已经12点了 于是半田决定 喊他们回去吃饭 结果一转头 发现阿浩和小美 带着那流去跳河堤 那么小一个孩子太危险了 他立刻冲上去阻止 然而没开三度 脚下一滑 脑袋上又顶了一个包 他把这三人都揍了一顿 带着他们回家 三人就意识到不妙 他们把半田惹生气了 赶紧一路小跑哄半田 没想到半田居然哭哭啼啼的回头了 他说来小岛上 只用管自己的事情 这还是第一次担心别人 没想到会这么吓人 几个小孩吓死了 赶紧冲过去抱住半田 保证自己再也不会惹半田生气了 二号感慨半田已经完全融入了 当天下午 半田带着孩子们在家里乘凉 这些人胡闹后就睡着了 他并不知道自己睡着那会儿 川腾已经带着人来岛上找他了 川腾带着少年来找半田 结果两人找了一天都没有头绪 还住了一宿录营区 唯一的线索 就是在路边摆摊的 卖贝壳的奈流 结果奈流压根 爱得他买完贝壳才说名字 川腾卡片交换贝壳成功 奈流表示 要先去找奶奶看看卡片 川腾想拽他 却被村里的人当人贩子绑走了 当晚阿浩和奈流都在半田家吃饭 两人说村里在开大会 家里没人就过来了 阿浩问奈流肩膀上的黑色涂鸦是啥 奈流说 今天早上来了两个外人 其中一个人手臂上就有这个涂鸦 半田一听就怀疑是川腾 主要是川腾之前给他发了消息 但半田手机坏了 根本没法回消息 就联系不上 话音刚落 小美就领着两人找个过来 原来两人被抓去开大会 解开误会后 就被热情的孙明灌酒了 川腾喝得明铁大醉 少年未成年逃过一劫 川腾一见到半田就累眼茫茫 说担心他在乡下会过不好 半田也感动得不行 准备和好友相拥而泣 结果川腾揪着他衣领 问他为啥不回消息 吓得半田赶紧解释 小美和阿浩问少年是从东京来的吗 半田这次知道 两人从来没去过眼门 自己叫康介 今年18是个书法家 小美总觉得 18岁的书法家有点耳熟 这时就听康介说 他很崇拜半田 鼓起勇气 和半田参加了一个书法比赛 没想到意外拿到了第一名 觉得半田一定是放水了 于是后着脸皮 让川腾带他来找半田 阿浩和小美满头大汗 想起康介 就是那个麻鼠事件的罪魁祸首 正好这个时候 半田带着烟萝卜回来 阿浩和小美手忙脚乱 想要阻止康介自我介绍 并准备把两人赶回去 免得半田经不住打击 当场自杀 结果半田说川腾都睡着了 让两人在这里留宿 没想到这个时候 耐流弹射起步 从房间里掏出一个精灵球 说是送给康介的礼物 结果康介一打开 飞出了一堆臭皮虫 两人赶紧告诉康介 这个虫子会引来更多的虫子 所以康介只好扶着川腾去民宿 走之前 他问半田自己可以叫他老师吗 半田店头答应了下来 然后感慨 原来18岁的书法家是这样的人 看起来有点浮黑的样子 阿浩他们震惊 原来半田知道他就是康介 半田不知道也不行 毕竟川腾来的时候就发了消息 还提醒半田 康介性格扭曲要小心 说实话 他心里还是有些嫉妒 不过真的见了面也还好 另一边 康介背着川腾迷路了 第二天 康介竟然又来造访半田 半田大夏天端出热茶给他看呆了 不过康介 很快掏出关于半田的杂志 并说自己是半田的超级粉丝 然而这些杂志中记载的 都是半田中二的发言 被康介念出来 简直是公开处性 搞得半田还以为 他是来嘲笑自己的 结果康介却说自己是粉丝 还专门带了录音机 准备听半田说杂志上的话 并希望半田 能够跟他一起回东京 另一边 小美和阿浩找到川腾 想让他提醒康介 不要对半田乱说话 川腾感慨 半田就是那种没人照顾 会很糟的存在 他们俩初中的时候就认识 半田一开口说话 就比较高傲 而且很不容易接近 来之前还打了馆长 川腾帮忙擦屁股 都搞得头疼 小美说他既然知道这些 为什么还要带康介来 难道就不害怕半田被打击过度 川腾说自己同样是个商人 要是半田写不出更好的作品 他就没办法赚钱 自从半田来到小岛后 好像有所领悟 只是还没有摸到窍门 所以他决定 给他找个竞争对手 小美他们也意识到 川腾是我的半田才来 而这边 康介还劝半田回去 并说他以前觉得书法 一点意思都没有 直到去图书馆 看到半田的书法展览 从此就迷上了半田的书法 但他却认为半田现在的字很差 个性感太强了 全凭气势 一点半田的风格都没有 半田自己不是说了吗 要写出让人认可的字 康介决得半田现在的字不行 这下半田就陷入了纠结之中 馆长说他的字没有个性 康介又说他的字太有个性 他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了 这个时候 奈柳和杨菜 竟然把康介的杂志撕了 在屋顶上 叫纸飞机碗 康介气急败坏 想要阻止 半田却将纸飞机 递到康介面前 请他离开这里 听说之前的字 都是按照父亲的说法写的 但他现在的小岛 是为了写出属于自己的字 所以他不打算听康介的话离开 而是让康介先走一步 他迟早会追上去 康介十分激动 对对对 就是这个中二的碗 然而半田没有再说第二遍 康介意识到 半田还会继续 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便没有再劝阻 结果阿浩的母亲 看到了康介带来的杂志 就让半田给他签名 而奈流把杂志散发了出去 越来越多的村民 找半田签名 秋迟心让半田 一度想要逃回东京 等到晚上新井回来找半田 就发现半田屋里 又多了几个男人 磕死他了 川腾的休假 让康介给活活没了 于是在离开的前一天 川腾把半田一行人抓去 陪他参观小岛 康介第一个不乐意 他本来是想看半田的书法 结果现在 却被抓到了郊外 而阿浩才是最自闭的那个 因为康介昨天记住在他家 跟他说了一整晚的书法论 他是一整晚都没有休息好 今天的项目是钓鱼 半田三人都是城里人 哪里见过这种海钓 阿浩这个钓鱼佬 不屑于他们钓小鱼 他今天有个大目标 而小美给他们做演示 先为鱼儿打窝 然后甩下鱼钩 只要有动静就收干 半田照做 立刻丰收了两条鱼 怎么年纪轻轻 就把新手保护器用了 以后老了当钓鱼老可咋办 另一边 康介也以为自己钓的东西了 激动地表示 自己不单是数管天才 还是个钓鱼天才 你小子 真面目终于暴露了吧 结果小美一看 说他把鱼钩帅进了泥堆 眼神中透露着三分同情 四分怜悯 剩下全是指向 不愧是钓鱼天才 既然能把地球钓起来 康介大受打击 跪倒在地 这个时候 带留他们正子打海蟑螂 脚下一滑 撞到了康介 康介痛击半田 那个时候 不小心把旁边的穿藤眼镜 撞到海里 康介表示 自己想回家 想看半田写的字 结果半田立刻拒绝 他说康介 一定会说自己写的不好 气得旁边的穿藤 雷康介脖子 说他自顾自说话 让半田别在意 穿藤告诉半田 康介的字和半田的字 几乎一模一样 这家伙 也是范本字体 竟然半田写以前的字 估计 就是担心没有学习的对象 自从看见半田 得了第二名的奖 这家伙就陷入了低谷气 穿藤模仿老馆长的态度 说年轻人 就要追求自己的真我 结果差点 被老馆长夺赦 这个时候 奈刘拿出自己做的鱼钩 康介嘲笑 他做的乱七八糟 半田和穿藤 也在旁边哈哈大笑 奈刘能灌着他们 一个加速 伸手直接把他们拱进了水里 穿藤落水后 反而还剪到了眼睛 此时 阿浩也受鱼干了 今天他没钓到想要的东西 他的目标是石鸟鱼 这个时候 奈刘将自己做的鱼钩拿给他 并表示 如果能钓到的话 今晚就能吃石鸟鱼此身 三个好不容易爬起来的大人 立刻附和 阿浩也表示 再钓最后一次 用的就是奈刘的鱼钩 但是一直没有看到动静 于是阿浩把鱼干 交给康介来管理 自己带着众人去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 结果刚走开了两步 康介看着夕阳陷入沉思 突然 手中的鱼干就动了 众人立刻冲过来帮忙 没想到上钩的 竟然真的是石钓鱼 只可惜 大鱼在半空中 就因为鱼钩太多崩开了 趴击一声 又摔回了水里 众人看得哈哈大笑 虽然没有钓的大家伙 但是今天 他们玩得很开心 而在临走前 半田看着夕阳 说自从来了小岛后 他偶尔会突然很想写字 康介莫名地理解他的想法 因为他此刻 也有那种冲动 回到家后 众人做晚饭准备吃 小美发现 有两条鱼被染了墨水 再留悄悄告诉他 半田在新天地里写的字 就是隔壁房间 小美打开看了一眼 那个雕字 用鱼构成的笔画 颇有一种游动的飘渺 小美非常喜欢这个字 第二天 川腾感动地说半田 不用送他们 万万没想到 半田只是带着阿豪去买东西 小孩们 围在半田身边转来转去 村长和川腾告别 问他要不要带一批小孩回去 川腾拒绝了 他养不起 这个时候 阿豪也给康介出主意 买手机吊坠 说是可以回去送给朋友 没想到康介说 他没有朋友自己用 阿豪感觉自己有一些对不起他 而奈刘也拜托半田 给他买的东西 当然并不是他用 奈刘是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川腾 半田一看 那是个恶搞礼物 毫不犹豫掏钱了 川腾在临走之前告诉半田 他父亲还是很担心他的 如果是以前的半田 可能就会反驳了 但现在的半田却意识到了 他爹可能不是那么讨厌自己 川腾说他才发现吗 在他看来 他爹可是要把半田宠坏了 不过这一点 半田并不承认 之后康介也找到半田 说之前的那些话很抱歉 但是能够见到半田 他真的很高兴 半田叹了口气 说下次也欢迎他来玩 希望他也能继续在书法上进步 康介十分感动 然后和半田告别 众人来到机场外 目送他们登机 阿豪感慨 他们总有一天也会离开小岛 作为高三省 他也会思考这种事情 然还没等他开始伤感 耐流一泼饮料 直接打断了施法 之后飞机起飞 村长载着半田和两个孩子回去 让阿豪和小美自己坐公交 因为车上已经满载了 气得两人大汗 车上还挤得下呀 另一边 康介登上飞机 看着旁边带着恶搞玩具的穿藤 他想下次要一个人来 半田记得穿藤替馆长传话 让他们年轻人搞点新花样 于是他昨天用新的工具来写字 结果路越走越弯 小美和新井找上门来 说是耐流要过生日了 他们决定错点钱 给他举办一个生日会 首先就是要去买生日蛋糕 提醒半田要给耐流准备礼物 半田想了很多礼物 都觉得不太适合耐流 于是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他立刻找到村里的小光头 准备用钱换一只独角仙送给耐流 然而小光头却拒绝了 因为他也准备把独角仙 当作礼物送给耐流 并且还打算送他一百只 半田觉得 他这是对耐流的酷刑 另外两个孩子也要送耐流零食 只有半田没有想法能送什么 既然独角仙送不了 那就送别的虫虫 他找小光头借走了不虫网 并表示一定能轻松抓到虫子 却被三个小孩嘲笑 他还看不起人生了 然而半田却得意洋洋的说 自己有身高优势 在找虫子方面确实不错 只可惜他根本不敢下手去碰 被虫子飞到脸上 吓得满地乱怕 一边喊着自己脏了一边打滚 这个时候 三个小男孩发现有一只珍贵的虫子 据说价值两万元呢 他们觉得抓到送给耐流 你一定会让耐流开心 半田琢磨 真的要给耐流送两万日元的礼物吗 这个事 三个男孩发现自己够不着 立刻去抓半田一脚让他帮忙 并表示之后 会在耐流面前狠狠地夸半田 无奈半田只能上前帮忙 结果刚刚抓到虫子 三人立刻欢呼 没能抓住梯子 半田脚下一划摔了下去 好在他并没有松手 只是众人都没有想到 那只珍贵的大虫被砸了个稀烂 半田觉得自己的手脏了 事实证明 意外总是突然降临 三个男孩特别难过 挖了个坑 把虫子埋了起来 他看见半田一直在盯着远方 小光头从盒子里逃出一只抓来的毒脚仙 说半田陪他们玩了一天 正是他们玩的最开心的一个暑假 半田在三人的指导下 终于学会抓虫 得以洋人地表示自己成功了 结果下一秒 独角仙就用钳子夹了他 半田惨叫一声 虫子就飞走了 但回到家后 现场已经被布置好了 半田纳闷 他们怎么进的门 万万没想到 小美他们手里都有备用钥匙 就连阿浩手上都有一把 据说 还有一把掉进了后山 心警感慨 今年有半田 他们才能把生日会办得这么好 半田纳闷 自己啥也没做 笑死了 你提供了经费 这个时候 奈刘也来到了屋内 众人立刻拉向礼炮 然后摁住半田 翻出了他给奈刘的礼物 没想到是一张万能兑换券 没想到奈刘竟然意外地喜欢 拿到手就激动不已 这让半田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几天后 半田在花园浇水 奈刘突然找回来说 今天不少人都去墓地祭拜 他爷爷也在那边祭祀 半田也被带了过去 爷爷表示 他要去田里种地 拜托半田过来帮他看看火 这里的习俗 是在祭祀的时候放鞭炮 在奈刘的指导下 半田开始点蜡烛 康婆婆也走过来祭拜 原来这个墓地 是奈刘的奶奶的长眠之地 康婆婆点烟和半田聊天 我牛逼吧 又躲活了一年 半田说自己一个外来人 来这里不太好吧 康婆婆就说 蜡烛显示 奈刘的奶奶很欢迎她 半田便留下来 帮奈刘继续点灯笼 这个时候天上突然落下来 在几个降落伞炮这 半田刚想去接 小美哥冲刺把他装飞 半田默默从地上爬了起来 然后将手里的纸灯笼 递给两人 让他们赶紧帮忙 两人自知理亏 加入帮忙小队 他们问半田 在城市里祭拜是怎样的 那就说没有他们这么多活动 就是到墓地安静的纪念 两人有些震惊 他们告诉半田 小岛上还留心跳舞纪念呢 这不就有一支舞队 从他们这里经过 据说舞队 会在第一个墓碑那里跳舞纪念 半田一开始还觉得恐怖 可看了几眼 又发现挺有意思的 就在舞队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 停在了半田面前 半田大惊失色 为啥要盯着他 没想到那既然是阿浩 他和半田打了个招呼 就准备离开 没想到半田和奈流 竟然跟了上去 心境单开 半田已经很好地 融入了小岛生活 但他不敢细想 因为半田是吃了人 才来到小岛 如果对他的惩罚结束后 他还会留在岛上吗 没关系 出去了 再来一圈回来就是了 半田带着奈流回来 发现来了不少人 给奈流奶奶上香 村长他们都来了 半田感慨 奈流奶奶永远不错 心惊点头 每年都会有人来上香 以前都是只有奈流 一个人在这里守着 不过今年 却有半田配着了 这个时候 半田有了一个疑惑 说起来 他还从来没见过奈流的父母 可还没等他问 奈流就丢了一个烟花过来 吓得半田赶紧捏他的脸 奈流说 今年有半田陪着 他觉得很好玩 半田有些心软 决定再多陪陪他 这个时候 蜡烛突然熄灭 半田记得 那里的爷爷还没来 于是重新点燃蜡烛 决定再陪着等一会儿 距离书法截止日期 还有两周 半田一直 想找到之前写字的手感 不过他没有什么头绪 决定到浴室去泡个澡 冷静一下 然后他就发现 浴缸没办法打火了 赶紧打电话给村长 村长看了一下 说最快 也要一周后才能修好 半田想泡澡 还有别的办法 比如说 用家里自带的烧火炉 只要去山上 捡点柴火就可以了 半田一看村长 完全来了兴致 根本没办法拒绝 两人在山上 捞了一大堆柴火回去 村长打去半田 早点找个对象 到时候烧火 还有人帮忙添柴 半田说自己 并没有那种想法 他感觉自己 是一个会孤独到老死的人 村长竟然没有反驳他 想必也是这么认为的 半田家里飘出烟雾 如果是别家小美 他们可能以为 在烧柴泡澡 但是半田一看 就不像会烧柴的 果不其然 耐流也是这么想的 他立刻冲到半田家门口 发现是烧柴洗澡 才松了一口气 并表示 可以帮半田看着炉子 半田这才松了口气 去浴室泡澡 此时 小美和新警 在窗外露出诡异的笑容 随后两人立刻 发出一声尖叫 吓得半田赶紧开窗看情况 两人挡住他 不准关上窗户 谁能想到 一个男青年 会不会两妹子耍流氓 两人见没能得逞 还故意加柴火 想要煮熟半田 半田好不容易 洗完澡出来 没想到阿浩竟然在房间里 吓得他赶紧捂住上半身 阿浩说母亲出门了 今天是他做饭 干脆就在半田这边做了 阿浩给他展示 如何制作耐流瓜粮拌菜 半田有样学样 但是他撒的调料 简直令人窒息 偏偏阿浩还惯着他 和他交换了自己的食物 结果阿浩 被男吃到面不扭曲 半田立刻改口 说阿浩做的食物也不好吃 两人竟然针对这个问题 吵了起来 这个时候 梁菜突然冲了过来 说邻村的小男孩 正在欺负那流 吓得半田和阿浩 立刻冲过去帮忙 然后就发现 他们在玩一些奇怪的游戏 邻村小男孩 见到梁菜把大人带来 立刻说他们卑鄙无耻 阿浩给半田解释 说隔壁村和他们村关系 一直不太好 这个时候 小光头也抓半田衣服 说这个公园 本来是他们这群小孩的基地 没想到隔壁村的孩子 竟然跑过来了 半田只好出面帮他们赶人 没想到 小男孩大骂一声 你这个没有用的男人 然后拿着棍子 给了他腰一下 棍子的力道并不大 但是话语 却刺伤了半田的内心 无奈 只好阿浩出面 本来他一头黄发 能够吓到小孩 然而阿浩的态度 却很温和 他想着好好商量 随之小男孩 却让他下跪 阿浩差点打开杀戒 被半田赶紧拦住 他肯定不能把这片土地 让给这群隔壁的小孩 半田突然掏出手机 他告诉几个孩子 要是他们不听话 自己就打匿名电话 给警察说他们欺负小孩 到时候他们被抓了 家长也会很头疼 到学校也会很丢脸 想不到吧 这就是大人的策略 阿浩都不想说认识他 这大人完全没大人样 气得对面的小孩 立刻对他的手机发动攻击 结果手机飞到一旁的便便里面 半田气得 立刻拿起手机攻击小孩 虽然这个手机已经无法拨号了 但是也不能这么被对待 阿浩在旁边忍不住笑起来 结果半田拿着手机 就要和他势不两利 三个小男孩都来的搭理他俩 半田还想把他们弄走 三个小男孩却说 他们村子的公园被霸占了 霸占那里的是两个很凶的女人 一个戴眼镜 一个拿棒球棍 半田和阿浩立刻就意识到那是谁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 男生突然给了耐流一圈 半田和阿浩哪能接受这种事 虽然大人没办法对小孩动手 但是他们可以假借玩躲避球的借口 用球狠狠地揍他们一顿 没想到小男孩他们也不笨 立刻拿着球开始反击 这个时候 小明从旁边路过 说这大二天 他们玩得还挺高兴 三个小男孩一看到小明 立刻放下手中的玩具 比起玩这些小孩游戏 他们更想跟小明一起打电玩 半田和阿浩 看着小明带着三个小屁孩离开 莫名觉得 他就是全村最稳住的男人 解决完这边的事情 半田准备回家 然而小孩们却玩上了头 非要拉着半田去隔壁玩游戏 还说附近有一个泰山游戏 可以吊着藤蔓飞来飞去 半田突然来了兴趣 结果跟到现场发现 完全没感觉到哪里好玩 可几个孩子非要他试试 半田说 这承受不起大人的重量 除非他们五个一起上 本以为五人不敢吊藤蔓 没想到这五人 竟然真的打算试试 吓得半田赶紧阻止 他可赔不起五条命 既然他们想让自己上场 半田准备趁着这个机会 把藤蔓给他拽掉 免得这些孩子 哪天不小心摔出去 结果他刚伸出手 几个孩子就看出意图 纷纷试图阻止半田 杨菜也急得娃娃大哭 结果冲上来刚抱着半田 力度太大 一群人脚下一画 差点就摔死在下面 幸亏腾完拽了一把 奈琉看他脑袋出血 十分担心 但还好只是擦伤 半田目送五个孩子回家 感觉身体异常的憔悴 距离比赛还有两周时间 他扫了一眼悬崖边的夕阳 突然觉得小岛好美 那种想写字的冲动 呼之欲出 他立刻说要回去写字 结果一脚踩空 摔下了悬崖 奈琉他们回头没有看见人 还以为半田是走别的路回去了 结果回家并没有看见半田 小美和新井得知这件事 立刻带着他去找人 而此时半田正在后山下自闭 你别说摔下悬崖 还真让他捡到了小美丢失的钥匙 他一翻身发现天已经黑了 这时星空仿佛触手可及 漂亮的让他移不开视线 正好有流星划过 他许愿能修好热水器 这时有一道光打下来 小美他们已经找了过来 半田感动的哭了出来 回到家后 他立刻挥毫泼沫写大字 过来送药箱的村长 差点被吓死 半田把自己的作品寄出去了 此时馆长正好在川腾的办公室 虽然馆长被半田打了一圈 但他确实对半田的期望很高 希望能够看到半田的字 就想到半田 得知半田一直没打算回来 馆长表示 如果是因为担心自己没有原谅他的话 川腾大可以告诉半田不用在意 回来就好 半田虽然把作品交上去了 但还是十分紧张 他口头上安慰自己 一定可以成功 但还是忍不住 问了奈流的看法 然而奈流却毫不在意 他之前的生日小纸条 只要为这个小纸条 半田就能听他的 这个时候 半田发现奈流爷爷 竟然在找石头堆墙 说是要抵抗台风 半田过来 便不动声色地叫他一起帮忙 没想到奈流第一个拒绝 他说要带半田去抓蛤蟆 这个时候 奈流爷爷爷表示 那就用这张卡叫半田帮忙 于是半田稀里糊涂地 开始帮忙累石头 这家伙玩得还挺开心 搭着搭着就开始上头了 而且他态度认真 堆得非常的仔细 于是两个老头对视一眼 决定让半田去神社那边帮忙 原来神社那边 会记录出自修缮的人名 之前有些破旧了 他们本打算找工匠重新写一遍 但是半田的字非常的好看 所以他们决定 拜托半田帮忙写一个 虽然不是很多 但他们也会给筹稿 不过半田并没有接受稿费 他会帮忙写字 只是他很久没有写过 这么工整的字集了 奈流爷爷爷告诉他 半田可以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最后面 到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个木板是他写的 半田本来扛着木板准备回去 奈流走过来说 川童打电话过来了 于是半田去了商店接电话 奈流跟小明说 他想用交换券 让半田陪他去海边玩 小明说 就算不要这个券 半田也会陪他去 而此时 半田接到川童的电话 却点头表示自己会回去 一旁的老婆会听见了 不久后 新井和小美也成功学成 半田让他们俩一定要拿到冠军 两个妹子立刻点头 可是看到自己的自己 又很没自信 半田对他们俩非常有自信 可是对自己参赛的作品毫无自信 等到小芳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就发现半田和两妹子已经自闭了 奈流这次来 是想叫半田陪他们去祭典玩 半田替两个孩子穿好和服 也答应今天晚上会陪他们一起 奈流揭穿半田现在十分高兴 一群人抵达夏日祭典 半田确实有些兴奋 因为他在东京的时候 从来没参加过这种活动 在他记忆中 朋友们来邀请的时候 半田都在备战书法比赛 小时候是父亲族制 高中是母亲族制 上了大学 川腾反而替他党人 什么代代相传的传统 没想到来这里 反而能玩得这么开心 他还体验了一把劳金鱼 就是一根劳者 医院的护士小姐姐可厉害了 差点打破了去年自己创作的记录 半田要奈流 他们看到投篮好奇那是什么 一旁的小明告诉他们 那个东西四人一组 投球就可以拿到奖品 小明的队友是隔壁村的三个孩子 而此时 小美和她的朋友 也为了奖励而努力 新井不在现场 说是去买输了 可是这个任务 必须要四个人组队才行 偏偏这个时候 新井还没抢到自己想要的新刊 队伍已经轮到小美他们组 半田被赶鸭子上架拽进队伍 前面三个妹子轻轻松松投烂 半田震惊 坏了 这怎么搞 但是没关系 他高中的时候 看过蓝青漫画 花音刚落 他就落空了一球 半田蹲在角落自闭 没想到 小美还是把第二名的奖品券发给了他 半田打算用这个券去买棉花糖 没想到小孩们自己都带了钱 但他卖棉花糖并不是没钱 而是因为他从前从没吃过这个 拿到手的时候还不知道如何下扣 贪主阿浩还特意给他多卷了点 却有些担心半田挤进人群 会粘到别人衣服上 很快 祭典迎来最热闹的时候 老人们又是唱歌又是跳舞 半田带着奈流和杨菜逛了许久 据说晚上九点还有烟花看 半田提醒两人千万别和自己走散 结果下一秒 人流就把他们挤开了 半田赶紧去找人 却在拐角 看见悄悄看漫画的新井 新井告诉半田 他看见那流他们往海边走了 比如说那附近 有一个非常适合看烟花的位置 他带着半田走了过去 只看到小美带着两孩子在现场 他问另外两位好友去了哪里 小美说那两人都有对象 新井微笑 没关系 烟花会把他们炸死 这个时候阿浩竟然也走过来了 小美问他女朋友呢 阿浩苦笑 他要是有女友海在那里炒面 半田松了一口气 幸亏不是他一个人单身 这个时候小美问阿浩 高三之后他打算咋办 阿浩说自己会考虑去工作 当时打算离开小岛 这个时候半田也打算向真相告诉他们 可是他还没说出口 烟花就炸了 小美并没有多言 因为从半田的背影 就能看出来他想说的话了 他没有和其他人告别 等到那流来找人的时候 屋内空无一人 只有两块木板 半田重新回到了东京 川腾夸大的书法不错 一整张大图 看起来非常有冲击力 半田挠头 难道这个意思 是说他写小了就没冲击力了 川腾说他的思想真极端 并告诉他 馆长一会就过来 半田紧张地表示想喝水 他不知道 见到馆长说些什么 川腾说馆长都打算原谅他了 半田还特意买了两个当地的吊坠 准备送给馆长 半田问川腾对他写的这个字看法 川腾觉得非常大胆前卫 不像半田以前的风格 半田觉得就是这样 他觉得不管任何人去小岛上 都能写出这样的字 他只是运气比较好吧 半田觉得自己没办法写出属于自己的字 没想到这个时候 馆长走了过来 半田想着今天一定要道歉 但是他还是十分紧张 这时 他发现了馆长处着拐杖 原来这位老人的腰不是很好 几乎是下意识地扶了他一把 在回想起自己之前 竟然给了人家一拳 突然觉得良心好痛 赶紧鞠躬道歉 对当时的冲动 表示了歉意 馆长表示 他一开始不打算原谅半田 并谎称叫半田回来 也只是想趁机训他一顿 不过看到认真反省的半田 他觉得没这个必要了 他让半田扶自己起来 认真看半田的字 走到字面前端详了一会儿 半田紧张地去倒茶 一旁的川腾捂着脸嘎嘎笑 半田赶紧解释 这幅字只是试作品 正本还没有带回来 没想到会长却说 他写得不错 非常的有趣 而且能让人看到 星空的孤独和美丽 如果这只是随便写一写 那他很期待半田 参加比赛的作品 好家伙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川腾快笑死在旁边了 他赶紧把馆长送下楼 此时半田自闭地躲在房间里 坏了 自己把自己坑了 另一边 川腾发现会长来时坐的车 好像有点眼熟 而此时 会长的车上坡起不熄火了 原来开车的人 就是半田的父亲 父亲和他儿子一样 都有一些小小的自闭 而半田想让川腾 把他打包塞回岛上 但是这里比赛也只有几天了 所以半田 只能在家里写参赛的作品 川腾去看望半田的时候 发现他还在自闭 写了无数个字 却仍然没有那种感觉 他决定模仿 在小岛上的生活 然后就把川腾和康介 都叫过来当模特 等到半田的母亲 过来送茶的时候 就发现他的儿子 竟然在对两个男人 是心捆绑不累 我心感觉 自己的三观 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我那么可爱的孩子 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半田已经来不及解释了 因为小岛生活迫在眉睫 康介想都没想 就往他被窝里钻 然后翻出了半田的牙花纸片 毫不犹豫的 就往门外丢 康介提议半田 既然这么纠结 不如直接多写点 开个盏子 但半田却不同意 因为他觉得 这个比赛 是他成长的第一步 一旁的康介 感动地打开录音机 想记录他的名言名语 却被半田一把夺过摔碎 川藤说 半田既然这么认真 那他就会想办法 帮半田一把 这个时候 有电话打了过来 川藤递给半田 半田接起来一听 竟然是耐流他们的声音 小岛上所有的孩子 都在和半田打招呼 新警处阿浩也很担心半田 阿浩说 半田走得太突然了 这些孩子们闹得不行 半田看了一眼川藤 对他说了一声谢谢 川藤都震惊了 他有声之年 竟然能听到半田说这句话 这个时候 小美问半田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一言不发地离开 他们都向好处罚方式了 这个时候 小明也接电话 问半田的灵感如何 不愧是村里 最靠谱的男人 这个时候 耐流也告诉半田 半田不在 他们很无聊 所以半田一定要回来 他们打完电话 高高兴兴地冲了出去 而半田也有了一定的灵感 他立刻拿出 在小岛上写的那些名字 然后打发川藤和康介 去帮他买墨水 这边 父亲和母亲都在暗中观察 母亲本来不想让孩子 继续回小岛 让他知道自己根本劝不住 而这一切 其实都是父亲的计划 因为孩子从小 就在努力学习书法 他认为这孩子不会玩闹 一切都是他们做父母的问题 所以才让他去小岛上散心 学会如何像个孩子一样 发现情绪 既然他想回去 那他们就支持他吧 最终半田熬了一晚上 终于写出了作品 不管是康介还是川藤 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而这个作品的主题 就叫石墙 为了让半田快点回来 主人开始收拾房间 虽然这些垃圾 都是小美造出来的 但这不妨碍 他会有孩子们帮忙打扫 虽然母亲嘴上说支持半田 但他还是在屋里 贴满小指条 不让他回小岛 有一期时听半田 说他要回小岛 气得老母亲打出乱劝 什么回 这里才是你家 你个不孝子 这个时候 川藤和老爹也走了过来 原来老爹让半田去小岛 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母亲得知半田 在小岛上生病 还过敏 他就更加担心半田的健康问题 如果半田非要回去 他就算是监禁 也要把人留下来 妈妈 你咋玩得这么滑呀 川藤立刻倒搁他妈这边 毕竟半田能够在东京写出字 他自然不想让半田离开 半田委委屈屈 小岛上虽然设施不方便 但是一切该有的生活物资都有 况且 他在东京根本就没有朋友 川藤在旁边 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不过 他越听越觉得半田有些可怜 母亲说半田 半田不单单是安全的问题 得不到保障 半田自从回来后 说话也变得奇奇怪怪 一定是在岛上认识了奇怪的人 半田不敢相信 自己会被奈留他们影响 打死他都不肯承认这件事 这个时候 父亲却坐到了半田这边 表示支持半田后的小岛上去 原来父亲在半田这个年纪的时候 也去小岛上住了一段时间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也不会强迫半田去 而且村长 其实是老爹的好友 大概35年前 老爹去了小岛上 认识了那个时候的村长 母亲越想越气 对着老公就是一顿乱劝 说他儿子从小体肉多病 怎么能让他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任何反对派势力 都被他暴打了一顿 却连穿腾也难逃一届 老爹告诉半田 虽然最开始 是他强求半田去小岛 但他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书法 是去是留 对半田自己来决定 半田看着母亲闹得这么厉害 直到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没想到这个时候 小岛上竟然借来了东西 半田打开一探 里面是临时还有弹弓 母亲还以为半田遭到了霸刘 看到这里母亲却沉默了 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也在被人需要 于是转头撕掉了 不让他去小岛的单子 他希望孩子成长 但不仅仅是书法上的成长 见到半田想要回去 他也就认可了 老爹说那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他们也可以去看看 母亲也答应了下来 半田宣布会在当天黄昏回来 小美他们立刻开始收拾房间 等到阿浩搬着窗户 回来安装的时候 就发现这群家伙根本就没动手 只是蹲在门口玩游戏 无奈 他只好组织众人打扫卫生 最后终于收拾干净了 他转身回去做饭 而此时半田也抵达了小岛 村长约好要来接他 结果半田一直没有等到人 他琢磨着走两步 或许就遇到了 另一边书法审核现场 半田的父亲也是审核官之一 他有一些担心半田到小岛上 会太过冲动吃尽苦头 但是又觉得他应该成长了 然而父亲还是低估了半田的天然带 回家的路上 先是冲动地去找贩卖机 然后摔了一脚吃尽苦头 土垃圾路过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而这一次他心情很好 所以看得还也很美 恰巧小明接到电话 川腾说书法成绩已经出来了 在家里的孩子们都有一些担心 等到半田回来的时候 一群人用火机火鸟地冲过去抱着他 等到把半田推倒在地 乃柳开口就问半田的成绩如何 小美他们有些担心 半田没拿到好成绩会难过 万万没想到 半田既然说了一句还好 成绩固然重要 但是现在他已经学会了轻拿轻放 川腾也没想到 这一次参赛选手会这么厉害 半田和康介都被排到了第五名海外 众人好奇 半田究竟写了什么题材 半田恋红 说是他现在最重视的存在 没错 就是这个小岛里面的人 乃柳说 虽然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能够再见到半田 他很高兴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肝对二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